今天呢要做一个酸黄瓜跟明太鱼籽做的这个沙拉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沙拉酱 这个呢是买来的这个明太鱼籽 这个明太鱼籽呢是有一点带辣味的 买来的时候呢这个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皮 要把这层薄皮去掉 用刀背轻轻的这样刮一下 不刮也可以但是在吃的时候呢会稍稍有一点点的口感不一样 这个买来的呢有些咸 很咸的所以说要注意点不要放的太多 做好的这个沙拉呢可以用来拌饭 然后抹在这个面包上做三明治 也可以用来卷饼吃就是我们做的那种春饼也可以卷来吃 好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是Costco买的酸黄瓜 拿出来六条去掉顶部 然后切成粗丝 再切成小碎颗粒 好这样的用料呢就完成了 等一下把它们放到罐子里 好现在这个黄瓜钉就切好了 现在放进去 然后 把明太鱼籽放进去 最后再放入沙拉 这样 拌匀 这个呢可以放两天到第二天也没有问题的 把这个就做好了 然后可以用来配葱油饼 配饼干 都是非常好吃的 下午先来 放在饼上试一试 看就是这样放在上面 很好吃 也可以放在这种瓶杆上 看真的是好吃极了